在《鬼灭之刃》动画第十九集中 类正式公开了自己下贤之舞的身份 作为此前探之狼遇到的对手中 最为强大的一位 故事对于类的墙有着非常着重的刻画 包括他的身体强度以及邪鬼术的表现 以至于探之狼要在回忆起火之神神月 并且由你各部邪鬼术加成的情况下才能以反击 然而在十二鬼月之中 类的实力只是倒数第二 在他之前还有四位下贤和六位上贤 下面我们就来聊了 十二鬼月上贤和下贤的实力差距 下贤是十二鬼月后六人的统称 他们的实力相对于其他鬼来说要强得多 那田蜘蛛山的类 家人们因为得到了类赠予的能力 已经算是比较强力的鬼 像蜘蛛父亲甚至胜过原下贤之右的相台 但他们与在任十二鬼月之间的实力 还是天差地别 对于鬼杀罪来讲 下贤之下的强力鬼 并不需要出动顶天站立住 多名直接较高的普通对视 基本都能应付得了 但一旦面对下贤就必须要出动住了 比如易勇所胡蝶人被探望蜘蛛山 对于普通对视来说 下贤的实力都是压倒级的 就连有拟斗子血鬼术和火之神神月加成的炭质王 也无法击败内 但对于现任的图来讲 下贤的实力其实完全不够看 鬼杀队对视近身复的主要方式就是击杀下贤 因此刚刚近身围住的对视 其实就已经有了击杀下贤的实力 而在历练一段时间后 实力更是足以将下贤秒杀 在接下来的毁灭之刃第二世纪中 易勇便展示出了一个柱所应具备的实力 险些杀死炭质狼的泪在水柱面前 完全没有招架之力 柱与下贤的差距显而易见 下贤与柱的实力差距就已经相当夸张 而柱级实力正是上贤与下贤中间的一档 也就是说柱相对于下贤有多可怕 上贤相对于柱就有多恐怖 无惨曾说过这几百年间下贤不停地换人 而上贤却一直都是那几个人 这其中的原因就在于下贤一直都被柱所掠杀 而柱则几乎都死于上贤之手 几百年间三者之间的关系 如同食物链一般老不可破 仅上贤末位的基督太郎 就曾杀过多名鬼杀对的柱 而据蝴蝶人所言 一只上贤至少需要三名柱才有可能获胜 结合前文说过柱都能秒杀下贤来看 下贤六人家一起实力都不如一只上贤 这也难怪无惨会直接将下贤废除 但他这一举动同时也预示 这十二鬼月比柱 以及鬼杀对是实力的平衡被打破 因此上贤还是这几百年的上贤 但鬼杀对目前达到了平生时代 无论施主还是新人都可谓历代最强 不仅打破了几百年上贤 从未被击杀的记录 更是一举消灭无惨 我是阿维 如果有什么错误的讯息 请留言告诉我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可以点赞关注我 爱你们 Luna Da